编导语,习药有毒性,大家都知道,但对中医重要,大家看法确是因你不好,吃你不死,但实际上,由因杀人,于无形中而不自知,是因为于内不自知,是因为心中对天地缺乏境内之心而不自知,以下是几则物诊导致事故的意外,拿出来是想惊醒从医者。 包括我自己,人命关天,必须小心谨慎诊开放用药,刻苦刻苦在刻苦学习,提告自己,修炼精湛医术,天地有声明,看病之药无人知,诚心有天知,原话,之药无人见,诚心有天知。 此外,病人及病人家属是要清楚知道,是要三分读,即使中药也是,一般而言,是否对症的药只是服一剂便知道。 比如护不开眼的药头,病人闻之说要香好闻,服之觉得身体舒服,病症不是减少一半,那多半对症,可以继续服,但三剂之后,必须换方,因为身体阴阳失衡已经改善,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。 接下来是对身体还存在的问题,即另一个阴阳不平衡进行调整,所有服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服用,为什么有些病人是酒病吗? 遇不上有医员的医生是一个问题,另一个问题是辗转反侧,在多个不同医生的看诊药方中不断施药,导致身体的不平衡,因为误诊误抚引出性的不平衡状态。 所以,不要相信偏方秘方,对症的都是秘方,不对症的都是毒药,所谓对症,就是经过医生的病原四九后便证开放,为医者切记,便证开放,以简讯胆小,记记净,方开三剂,真久一次,基本上已经是否对症有效果,切勿因为经济利益而可以对药给病人。 每个医生临床记久,有经验,也必定有教训,经验应该总结,教训也应吸取,这样对于医疗技术,才能逐渐有所提高。 长度清代城中灵,医学性物医中拜五哥,深受启发,并有物于医家者,有物于病家者,有物于旁人者,有物于药中者,有物于奸药者,不可不知。 今将新生经历教训四则披露预想,或许对医界同道有所异议。 一、润身恶祖用香杀六君子,对付三剂之堕胎。 1971年5月,有唐姓少妇,22岁,隐婚后停经月局,恶心呕吐,前来诊治,患者呕吐频繁,那时少尽,倦带法力。 正希脉缓,烧带华相,舌苔薄白,断其未论深恶祖,投降杀六君子汤三剂。 十至五月,江南农村收割正忙,患者配要回家,微口耽误龙活,欲将三剂要一起肩服以求塑效。 其公公住在隔壁,劝妻不可如此,善妇不听,擅似将三剂要同监,温顿福之,福药不久,其台极多, 悔之莫及,但,伴下为之人生恶祖之妖妖,重景金贵妖略,既有人生呕吐不止,敢将人生伴下完主之的记载。 但别录又有伴下多胎之说,临床实践证明,少用伴下无损胎源,都用则难免伤胎, 因其心热故也,于楚包相杀六君子汤,每继用伴下九克,一般不致伤胎, 但三剂要中共有伴下二十七克之多,一次顿福,安能不伤胎源耶。 二,老太务辅给朱志白利的消狂,而谢谢致死,车姓老太,七十八岁,塑化坛隐塑及, 为这冬季合法做更致,可喘不已。 一九七二年冬季某日,严于出诊,见老太行受体弱,卧床不起,气喘合奏, 谈多情稀,卖划若,财白逆,金桂要掠云,并谈饮者,当以文要何之,高年阳气虚弱, 谈你内生,至当文阳化尹,投灵桂树干糖和二层汤加味。 老太服药二纪,可喘大剑好转,甚至高兴。 当时,几家饲养小猪树脂,正会白利,兽医开大黄,土香等供下药树剂, 佳人将猪药配来,与老太之药挂在一起, 次日,其女为老太煎药,勿将猪药入肩,通成玉符。 老太之药味不对,问道,前二天之药味与今日之药味大不相同, 何故,答约,无错,老太相信女儿,备在戏问,将汤药喝下, 服药后写些不止,中阴阳山阴盛,阴阳离觉,一命呜呼, 按,成无己注解上寒论上寒厉云,成妻入眉,阴盛已亡, 并注约,不当善而强与下之辙,令人看肠动血,便尿不肩而死, 患者高年阳山,亦嫌如阴蛮弥漫,此时温阳化引游恐不及, 家人法无尖销,黄库寒供下药玉符,醉至枉死,乘客探眼。 三,风热头痛,偏信细心偏方至头痛加剧, 1974年春,一龙春男子,35岁,来至头痛病,次数病起一周, 头痛不已,略有胃寒发热,咳嗽,整个脉腹略数,舌苔薄黄, 断气味风热头痛,逆三局眼价未致致,患者服药四季, 寒热咳嗽均除,头痛亦要好转,但未痊愈,此时有亲戚告诉其用细心, 以为肩服能致头痛,患者急去要跌构细心15克,回家取时刻肩服, 服后自治其慢日绝,言语困难,半日许方才慢慢缓解, 但头痛反增剧,虽请二人夫持有来求知,患者头痛甚至, 心反懊劳,卖蛇如前,于思前方用心聊天计,上述对证, 为何正反加剧,不得其解,戏家谈问,包之其听戏人也误服细心, 其不知风热的此,犹如火上加油,头为朱阳之患,阳热生疼雨上, 安能不痛烟,于人手三局也加罗,毛根, 的患者服药三剂,头痛碎欲, 爱,细心形细而为心,其性煞散, 罪意好奇伤人,理中此一宗一读记载, 大夫莫致一邪,令人闷绝,心要不可多用也, 细心虽能致头痛,但只能用致风喊头痛, 若风热头痛而用此,则痛更惧, 可见民间大方已因辩证运用,不得忘头, 依学心物,依中百物更有缘,旁人物,带金黄, 不知里路乱茫茫,用药知识编作主, 平时可是学其黄,说明并有物于旁人者不少, 不可不以此为鉴。 四,热壁,而用温针, 志气也好杰而足, 1971年秋,又攀姓老玉,58岁, 且患病症,周身关节疼痛, 不能请走,年亦已整治, 不冰凉寒热, 但见其关节疼痛,就用温针, 共计九七,八次, 背剑好转,反之关节疼痛难忍, 日夜好降,彻夜不眠,痛苦万壮, 其此改言于智,于初整治其家, 皆老玉普收如柴, 大肉尽托,卖来细数, 持至光降无台, 此本未热必消瘾, 勿用温针,交骨消金, 而成怀征, 此相寒乐有人, 为树之脉, 甚不可有, 火气虽微, 耐功有力, 交骨消金, 血难复也, 至其卖蛇, 并见大肉尽托, 断期三月内必死, 知其其引浩杰固也, 免你增业掏家为养因增业, 过战不出所量, 愿而愿而足, 二, 为一者不可不拨拦春书, 惊情不倦, 无拘通温并调便自书云, 生命和孤, 不思于并而死于依, 是有依不若无依也, 谁依不经不若不谁依也, 否则拥亦害人, 杀人而不见血, 无依于凶手矣, 吕书邪气脏腹并行偏云, 阴凉形气剧不足, 误区已真, 当调义干药理, 此运患者热病率九号伤气阴, 当用干药调制, 不宜温真, 而依着不读经典, 草率行事, 误人不浅, 本文选摘自连建伟中医文集,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, 作者连建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